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不是直接往下杀 它是开地给你往上拉 对 先拉了一波才开始往下杀 那所以各位 这种盘呢 我说真的了 我问你们 你自己看 在开盘的这一段时间 在这里的话 各位 你真的认为这个盘今天会大杀吗 对不对 因为今天开盘不单往下开 而且它反弹的这个幅度就算相当大 几乎已经快贴到平盘去 各位 这就是今天的关键所在 所以今天开盘以后 因为你看到这种情况 你会说 今天台股对不对 了不起大概就是横向震荡 各位 你会认为说这个横向震荡 懂得意思吗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这地方 你没有去做空 没做空以后 真正开始下杀 我说真的了 你要空 大概你也空不下去 而且各位 就算 就算今天你有去做空好了 你不要又赚个五点 十点 那就跑掉了 因为今天这个盘 我跟我讲 今天这个盘 说真的了 因为今天的盘杀 它不是像之前那种 一下跟你急杀 它是杀一段弹一弹 杀一段弹 这样子走 所以各位 你看 我一说 你看今天这种盘 今天很多人很可惜是说 就算你有去空 你空一下 看怎么往上弹 对不对 一看一弹 空单就补掉 你空一下 怎么又再往上弹 你空单又补掉 空一下 怎么又不下去 又去补空单 所以各位 今天很多的人 也许你有去做空 可是你赚不多 这就是今天 怎么问题所在 当然了 那为什么今天的盘 算成这个样子 简单说 今天大户是强力做空 各位 如果强力做空 我们待会看 开位过去大户指标 一看 哇 原来是如此 好 但重点是 今天我们在讲说 今天大户操作的多空之前 各位 问题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今天这个盘的最高点多少 叫做9346 今天最高点 对不对 看一下 今天最高点多少个9346 我的意思说各位 重点就在于是说 当今天这个盘 各位不要说9346 我们讲9345就好 当今天这个盘开地以后 再往9345 再反弹的时候 你晓不晓得 9345是今天做空 最好的位置 你说 魏老师 收了盘 谁不知道 9345是今天最好的位置 今天最高点也不过9346 今天收了盘 谁不晓得9345是高点 不 各位 我的意思不是说 收了盘 你知道说9345 我是说 在开盘之前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今天压力在9345 我说真的各位 今天这个盘 如果你能够空在9345的话 你今天是全台湾 企货市场上 空得最厉害的 对不对 空得最高点的一个人了吧 好 那你说魏老师 那问你是开盘前 谁晓得今天高点在9345 不晓得吗 好 来 不晓得 我先给你看一个抠讯 你看魏国信小不晓得 魏国信的会员小不晓得 统统都晓得 来 各位 你自己看吧 八点 各位 八点四十七分 八点四十七分 你先看 我跟会员讲的 跟电脑会员讲的什么东西 只是看完以后 没有跌破 强势预判 颇断支撑 9345和9330 所以上脑的压力 反过来就看9330到9345 你说魏老师 这是什么东西 各位 我先问你 你昨天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问今天的关键点位 各位 如果说你昨天 有打电话进来 问今天的关键点位的话 那各位 9345 你就已经预知了 好 什么意思呢 各位 你自己看 当然这个盘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昨天是没有打电话 进来问关键点位的话 那超可惜的 你自己看 在这里 昨天的盘不是 不是大幅反弹 对不对 昨天大幅反弹之后 到了昨天收盘的位置 来 看到没有 在昨天收盘的时候 已经知道说 各位 因为昨天的盘是往上弹 所以 我们就一起看这个地方 昨天因为是弹上去 所以强势预判 有算出来 下档的支撑 叫做9345跟9330 各位 这是昨天在收盘的时候 因为昨天是弹上去 知道说 下面关键点位 9345 9330 但是重点是 当今天开第一盘的时候 指数是直接跌破了 9330跟9345 也就是各位 既然对不对 既然支撑被跌破了 各位 我就问你 很多人过去 你学了所谓的技术分析 那我问一个最难的问题 技术分析里面 对 讲说 一旦支撑被跌破的话 那支撑变什么 支撑变的都叫做压力 好 各位 这个道理你懂 好 你懂最好 所以各位 那就来了 既然昨天强势预判 两个关键的点位 9345跟9330 而今天在开第一盘的时候 是跳空往下 就跌破了这两个位置 那我请问你 那反过来 这两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今天 往上看 两个关键压力 对不对 所以各位 9330跟9345 跳空跌破 所以反过来 今天往上看的话 压力一定就在9330 到9345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对不对 才不过早早 期货啊 才开盘两分钟的时候 给8点47哦 给8点47分哦 可不是收了盘哦 8点47分 为什么为国庆 就可以发这个抠讯 告诉会员 今天上党的压力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地方 因为对不对 可以讲一下各位 因为跌破了昨天的9345 跟9330 所以呢 上党压力啊 反过来变成是压力哦 9330到9345 对哦 8点47分哦 给8点47分哦 维国庆的电脑会员 知道说哦 那今天上党压力 对不对 今天上党压力 9330 9345 今天最后点 9346 我跟我讲 我说真的啦 今天不要说9345 各位 今天呢 你只要啊 往9330以上 就一路给它空上去的话 9330也好 9345也好 各位 你能够空在这种地方 你今天呢 都是全台湾奇卧市场上 最大的赢家 对不对 问题来了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你的电脑 算得出来吗 今天在8点47分的时候 你跟的那些人 有像维国庆一样 可以在8点47分 就发这个抠讯 给会员讲说 哎 今天的上党压力哦 9330哦 9345哦 给8点47分 你跟的那些人 有发这样子的抠讯给你吗 一定没有 对不对 所以啊 所以今天哦 你开了盘以后 你也不晓得 到底那个开盘以后 对不对 往上反弹 到底该做多该做空 各位 我说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 你的 你那些等贯软体 也算不出来 你跟的那些人 对不对 不要说今天啦 今天起货在开盘两分钟的时候 各位 你跟的那些人 跟你一样 只会在那边观望而已 这盘到底要不要上去 跟你一样都在猜 是不是 所以各位 我就一直讲 各位哦 什么叫做路遥之马力 什么叫做真正 对不对 什么叫做真正好的东西 每一天每一天 各位哦 为国庆 对不对 强势预判 大户指标加箭头 各位哦 每一天每一天 不断地接受 这个市场上实战的这种洗礼 这种考验 各位 在每天这么严酷 我那说 说真的 今天这个盘 市场上都要讲说 哎呦 今天这个盘好难做 对啊 各位 但是各位 我希望你不要跟市场的人 只会讲说 哎呦 今天盘好难做 一句话就带过了 问题是你今天赚到钱 没有 这才是关键所在 结果呢 对不对 今天的盘 为什么杀成这个样子 好各位哦 那就是两个关键 第一个 既然今天一开盘 对不对 跌破了9330 跌破了9345 所以呢 9330到9345 已经成为今天的 关键的压力区 这是第一个 来我把那个点位 再敲出来 各位对不对 昨天收盘的时候 9330到9345 今天开盘跳空跌破 所以支撑跌破 支撑变压力 所以一旦反弹上去 最高点 9346 好 所以既然对不对 知道说 已经9345 就是今天的压力所在 第二个 各位自己看呢 今天开盘以后 今天开盘以后 对不对 开盘那一小段时间 大户啊 其实啊 已经开始做空 但重点是 但重点是 越到后面一样啊 做空的力道 哇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在这个地方 做空的力道 已经又穿破了 那个白色 那个虚线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是为什么 今天这个盘 一杀 又可以杀出 13040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呢 对不对 因为今天大户 做空力道 其实是很强的 所以对不对 开盘以后 倒杀 杀了一百多点下去 各位看懂了吗 所以如果 各位如果说 今天这个盘呢 如果你没有去做空 你没有大力做空的话 哇 你看多可惜 一百多点 尤其今天 尤其今天的9330 各位到9345 各位啊 今天你能够空 在那种地方的话 对不对 厉害 而且如果说真的 今天如果说 你能够空在那种地方的话 你会觉得 各位很有成就感 哦 期货居然是这么 好做的东西 好了 所以各位哦 既然对不对 今天呢 期货开盘 8点47分 区区两分钟 微国庆 已经跟电脑会议讲了 哈哈 今天的压力 对不对 顶多在9345了 各位不但如此哦 我跟各位讲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来了哦 各位今天呢 你需要晓得 那个波段 各位那个波段 来 哎 再讲一次哦 打从 5月29号那一天 大盘从9700对 你开始下来 各位 咚咚咚咚 各位跌开 今天 今天各位 今天的波段箭头 就是在9345 在这个地方 重新开始翻空 各位 嗯 9345 9345 所以各位哦 这样对不对 大户啊 强力做空 9345翻出来以后 就是大户啊 开始翻空做的开始 而且有没有 力道够强吗 这各位 看9345 到今天的低点 一杀 各位将近快要 一百三十点 各位一杀杀的快要 一百三十点下去 各位 今天的期货 对不对 我说真的啦 你跟他啦 做一笔就好 各位不要做一百三十点啦 一百点就好了 今天一个箭头 大户做空 强势预判 知道说压力对不对 顶多在9345那个地方 就这样子而已啊 哇 各位 所以你说今天这个盘 如果说你今天盘 你又在那边讲说 啊难做难做的话 我告诉你 各位啊 很好做了 好做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还是在对不对 韦国进行习入的SOP 你自己看啊 今天来对不对 刚才你看到了 今天大户做什么东西 开盘做一点小多 但是呢 很快的对不对 开始翻空 不单翻空啊 而且今天刚刚你看到对不对 今天做空的力道 其实啊 相当相当的强 对不对 远远的超过 那个区间的 那个白色的区间 所以今天到对不对 基本上大户啊 今天大力做空 做空的力道 相当相当的强 是个趋势盘 而且各位啊 我相信你也知道嘛 对于台子期来讲的话 什么叫趋势盘 一天的高点 对不对 起码就是80点 100点以上 那个叫做趋势盘的嘛 所以说什么 今天可以杀130的人 在这个地方 好 再来 那各位啊 再来第三个 箭头加大户 这个待会说吧 重点是各位 你看到没有 又来了 全市场上 独一无二 最强的指标 就是强势预判 各位 为什么今天 在8点47分的时候 对不对 各位啊 微微信可以直接就告诉会员 压力啊 在这个地方 刚刚讲过对不对 因为昨天的支撑 是在这两个上面 今天因为一开盘 直接跳空就跌破了吗 所以呢 支撑变成压力 反过来看 就是933到9345 各位 做期货 你心目中 最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 每一天 能够提早知道 每一天的高低点 对不对 各位 做期货 谁不希望能够预先知道说 今天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要是我能够预知的话 哇 太赞 那各位 那微国现在强势预判 就是在告诉微国现在会员 那每天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今天 全市场上 全台湾情况 各位 只有微国现在8点47分 可以发出这种抗讯出来 各位 我说过嘛 因为透过强势预判 对不对 眼睛看都知道 9345 9345 9345 好幸福 你的软件算得出来吗 好吧 所以问各位讲 做期货一点都不难 对不对 各位 你只好好的 按照微国现在SOP 对不对 到不来我们看整个图吧 透过 透过 透过强势预判 透过大户指标 透过箭头 跟大户 两者同向 赶快操作 各位 今天波段 就一笔下去 就一杀杀了130 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一段 这段叫做130点 那我问你 今天这种期货 对不对 不要说130点 各位 你要赚个几十点 有难吗 我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且各位 我把这个图放大 因为这个图 已经很快了 快两个礼拜 我把图放大 各位那你自己看 来各位 这才是真正目前 说真的嘛 各位你自己看 这图放大 再看得好清楚了 各位 这是5月29号 5月29号 也就是台股 台紫期这一波 从9700多点 开始一路下杀 到今天为止 各位自己看 这一波的下杀 从5月29号那一天 各位 强势破断 9743 开始翻空 当时大会在做空 两者同向 对不对 所以各位 空单我就开始做 不单做 而且开始做流仓 因为之后 到了第二天 就见到六月初了 见到六月初的时候 一样对 大户还在做空 那箭头是维持做空 就空 空到 在上个礼拜二 那一天的时候 短线上 9613 箭头翻过一个多 但是大户 有没有做多 没做多 两者不同项 对不对 那所以该怎么办 把空单先跑一下 各位 因为第一波下去 已经杀了将近130点 130点 跑一下应该的吧 好 重点是 后来到了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在尾盘之前 9552 波段箭头 再翻空 大户强力做空 所以对 赶快做空 而且开始做流仓 哇 经过上个礼拜四 一拜各位 到了昨天 昨天 各位 你看大战先 应该不止一两个礼拜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一波所有的箭头 你都看到过 到了昨天的时候 在9303这个地方 箭头有翻多 而且因为昨天 之后大户不是强力 做多了半场 对不对 后来 9303翻多 大户做多 两者同样 各位 一重重到9400区 各位你不要小看 光这波冲了将近100点 所以昨天 盘中9303翻多 因为大户在做多 所以一样 把前面的空单 已经跌了250点 250点对不对 赶快先获利了结一下 而且因为大户有在做多 两者同样 我去做了一个多 但是各位 昨天冲上去以后 你还记不记得 在9380以上 我昨天有给你看过抠讯 昨天在9380以上的时候 我有发抠讯给会员 多单先跑了一部分 但是因为镜头没有翻空 所以我不能全部跑 我总得留意一些等箭头 各位重点是 到了今天的时候 各位 933年到9345 果然今天箭头 破战就是9345开始翻空 那时候就是大户 开始做空的开始 而且重点是 后面做空的率道 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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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路杀 各位杀到9210去 各位 这一波 从5月29号到今天 指数从9700多点 下午今天是他9200点 各位你赚多少 你赚多少 哎 赚多少 讲到这个东西很多人 就摇摇头 对不对 我说各位 不要摇头 我说各位 何必摇头呢 我说各位 不要说9 各位 对不对 最晚最晚 你只要 你只要这一次 如果你从5月29号那一天 你已经有跟着 维国性来操作的话 那各位 这一波 对不对 你看 空一次 空两次 昨天因为多 我就做过多 到今天空第三次而已 那各位 这样来来回 各位 这一波的下跌以来 各位 就不过这个样子 将近550点 各位 将近550点 就从这个9743 空一次 空两次 昨天 箭头翻多 因为大户有做多 所以我们也跟着做 弹上去 对不对 各位 你知不觉 昨天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昨天那个9303 冲上去以后 各位 这是昨天的口讯呢 昨天节目 要是你去看 你就看到了 昨天那个强势 对不对 那个箭头啊 在9380以上的话 要跑一下 而且各位 发完口讯 就是冲到9400去哦 所以会员 补的位置 还真的比较高哦 但是因为昨天 没有翻空 所以我必须留着一部分 等做空的箭头嘛 所以各位 所有的操作 都是这样 规规矩矩矩 按部就班 就是一步一步 这样子做 各位 就是一步一脚印 就是这样做而已啊 好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9345 开始翻空 大户做空 各位下来 又是100多点 各位 这样从9345到今天 各位啊 这样来会 已经将近快 550点 550点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你呢 你呢 你这一波下来 你是做多单 已经被断头出场 还是你真的做空 能够赚个四五百点 所以各位 我说你真的 好好比较比较看 对不对 各位这一波多简单 也不过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各位啊 就是箭头 跟大户 两者同向 就操作啊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就留空单 翻多 大户没做多 不同项 空单补一下 等 等翻空 大户做空 两者同向 再空 各位今天也是一样 各位啊 就这样区区 一个多礼拜 各位这样 5块550点 什么叫550点 各位一口大台 叫做11万 各位叫做11万 那这位人家 不是叫做开玩笑 而且各位 各位如果说 除了奇卧 是在国家 说你有做股票的话 各位你知道 今天有多少股票 跌停板吗 173档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各位173档 而且跌幅 是超过9%以上 到18 今天跌了170几档 跌停板 各位我说真的啦 各位如果说 你手上有股票的话 我相信你的股票 已经套得稀里哗啦 已经套得稀里哗啦 但重点是 这一波各位哦 从5月底 这一波下跌以来 各位在节目上 我几乎天天在告诉你 我说各位哦 如果说你是有做股票的话 对不对 赶快拨一部分的资金 用期货 帮你的股票做避险 我昨天还在讲 各位 比如说你一个500万 做股票对不对 好吧 你400万已经套住算了 你抽个100万 抽个两成好了 100万对不对 做10口期货 那各位那我请问你 这一波从9700几档 到今天各位哦 这样做一做 已经一口将近550点 一口将近11万 好各位 如果说你做10口的话 已经110万了 假如你从期货币险 能够赚回来100 我们讲个100万 各位哦 你那400万对不对 你就算赔20%好了嘛 你也不够赔个80万呢 一来一往之间 各位你是倒赚的 而且各位对 外资这一波说真的 他们现货也没出多少 但人家外资会 哇空期货 空了2万多口 人家就在做避险呢 跌下来人家还不照赚呢 所以各位 到了今天 我说真的呢各位 如果你的股票 已经套翻的话 我只能再跟你讲 各位赶快拨一部分的资金 各位跟着波段 各位跟着波段箭头 赶快啊 把你的股票啊 做避险吧 除此之外 你还能怎么样 而且关于时间的关系 关于明天的关 明天的关键点 会在什么地方 时间关系我下回再说 好明天要如何操作 要如何来掌握呢 跟着航金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涌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泳城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 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体内囤积毒素 拔斗肚堵 棒赛棒北千 红心经常同变丸 帮你排毒 致便秘 轻塑变 排子消负 红心经常同变丸 活力拔斗 千千千 明星卖萌大气氛 显得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四十个小任务 Can't really reach your mind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follow下席的 继续一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三立新闻网 奥迪A1千变万化 独一无二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回到大顺先机 台北股市呢 今天大跌超过了百点以上 当然明年还会不会继续跌呢 还有这个压力跟这个支撑 到底都在哪里 赶快这把时间交给魏老师 好啦 各位 今天你看 各位你昨天要是没有打电 今天关键点位的话 今天的93-09345 会多么宝贵的东西 你看昨天有打电话 今天有那高点在那个地方 对 赶快空了就好了 好 那明天的关键点位是什么地方 你已经赶快要预知了 好了 这个盘经过今天再跌之后 还是一样 那各位 分两个部分来讲 从比较短线的角度看 一样 都是压力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贴得蛮近的 所以明天的盘 注意一下 往上去的话 第一个 短线上有两个压力在这个地方 就是明天的关键点位所在 这个盘 只要这个地方上不去的话 下跌的趋势就不会改变 好 那么除了短线的压力之外 各位 如果我们从比较 从坡的角度看 看比较远的话 那也是这样 大家一起看吧 往上去的话 那坡段压力稍微远一点 那是也没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基本上 坡段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短线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总而言之都是压力 你注意一下 预知一下 好 对明天操作就很有帮助了 好 那除了这个 底板上坡段还在往下杀之外的话 各位 今天一百七十几档股票跌停 悲情 各位 如果你想要一堆股票的话 我真的听你觉得难过 因为我已经 给你讲了一个多余 我说各位 这盘不对了 不对了 对不对 今天的股票 一缸子跌停板 各位 你看太阳能 太阳能 太阳能套了多少投资人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都说 以前对不对 以前都说太阳能 多好多好 各位 中美金 从3月16号 在现金系统 50块半 这一波 最近的一个起跌点 各位 大货来一物做空 到今天跌停板 已经跌了34% 你去做融资的话 各位 不好意思 你已经跌掉快七成了 你怎么办 我问你 各位 到今天对不对 你还在暴中股票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你 各位 你觉得34%很多吗 来 那创围呢 之前也是 散户在追的股票 对不对 这次从4月21号 70块8 现金系统 破坏翻空 各位 到今天跌了35% 你去做融资 赔七成 好了 各位35% 你觉得多吗 来 PCB软板 加联益 也是前一波市场上的热门股 各位到今天跌了42% 从4月21号 35块半 在温新系统里面 开始翻空 大货一路在做空 各位到今天 跌了42% 你做融资 各位 完了八成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红达电 我最不想讲的一栏 就是红达电 已经连续两根跌停板 各位到今天 各位在这里 不是这里 跌停板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不要说什么以前 1000多块 什么几百块 就算最近的这一波 3月18号 142块 还出现波段卖讯 我跟我讲 100多块很多人在那边抢出 哎呀去摊平 各位你去摊平 142还出卖讯 大伙还在一路给你卖 当今跌了47% 各位你觉得多吗 美率51% 这种股票 完了 我跟你讲 各位 这都是之前所谓的热门股 各位 到今天跌了51% 从110多块到现在 各位我再跟你讲一次 各位 如果你神经病的股票 已经套饭 已经套现 戳不掉的话 我再跟你讲 各位 赶快拨一份的资金 各位用期货 帮你的股票做避险 各位用期货的波段 对不对 用期货做波段 赶快帮你的股票 做避险吧 外资都是这样做 你更应该这样做 另外 明天的观点 大盘观点在什么地方 想预知的话 尽管一通的电话进来 好 今天不止这个指数跌 就连个股 也是跌得稀里哗啦 这个排面上 看到红的没有击倒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现在保守操作一点 而且要做好避险的方式 更多航情分析 明天同学 送给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